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锅仔牛肉的家常做法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嫩牛肉300克 这个牛肉一定要选嫩牛肉或者里脊柱 千万不要带筋 那样做出来的牛肉的时候呢 口感会非常的不好吃 首先我们把牛肉分切成块状 下面逆纹路改道切片 片不要切的太薄 切好的牛肉片 我们放到一个带水的碗中 用手抓洗一下 让牛肉中的血水充分的释放出来 中途换上两次水 这一步是为了去腥 下面我们控干水分放到碗中备用 准备几个番茄 我们用筷子把番茄的周围给它刮一下 这样子番茄皮更容易去除 下一步用刀把番茄划十字刀口 用手轻轻一撕 番茄的外皮就下来了 当然番茄皮也可以用开水烫 或者用火撩一下都可以 朋友们在家感觉怎么方便怎么来 下一步我们把番茄用刀一切两半 去掉番茄的根部后 改刀把番茄切成小块 切好后的番茄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生姜一小块切片备用 葱白少许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到盘中备用 现在在碟子中看到的是20克的黑胡椒 我们把黑胡椒倒入到一个小袋子里头 用小锤把它敲碎 家里面有研磨器的话 直接用研磨器那就更方便了 下面把敲碎的黑胡椒倒入到碟子里面备用 起锅放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倒入葱段和姜片 呛香后倒入番茄丁 下面再加入番茄酱30克翻炒均匀 然后再放入生抽10克 如果底味花椒油少许 老抽地上两颗让颜色更好看一些 下面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以后 我们均匀的放入牛肉 再倒入我们的黑胡椒粉 下面继续翻炒 翻炒均匀后点入少许的清水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和鸡精 搅拌 牛肉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变色了就可以 煮食盐长了 牛肉吃起来就会硬一些 放入口中口感也会不好 翻炒均匀后 盛出装入到锅仔中 准备一个酒精炉 点燃一块酒精放到炉子中 下面把锅仔放入到炉子上 再加入少许的香菜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开始吃了 也可以在锅里加入不同的蔬菜 这道锅仔番茄牛肉吃起来鲜香可口 暖心又暖胃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请订阅点赞 阿游每日小处 阿游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